在上帝的爱中 总有亮光与盼望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张 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雷王记下》 第21章 南国犹大 在西西家王过世之后 又进入了长达57年的黑暗期 主要是因为 接续的两位王 都没有正确的作为 西西家的儿子 马拿西继承了王位 却没有继承父亲的敬钱 甚至重新建造了 他父亲好不容易 才铲除了秋坛 和其他偶像祭坛 种种荒唐的行为 都让上帝感到 非常痛心又生气 让我们一起来读《雷王记下》 第21章 《雷王记下》 第21章 马拿西登基的时候 年12岁 在耶路撒冷座王55年 他母亲名叫斜西巴 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 赶出的外邦人 所行可憎的事 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 所毁坏的秋坛 又为巴黎竹坛 做亚瑟拉像 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 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 在耶和华殿语中竹坛 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 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 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 为天上的万象竹坛 并使他的儿子惊活 又观照用法术 立焦鬼的和行巫术的 多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惹动他的怒气 又在殿内立雕刻的亚瑟拉像 耶和华曾对大卫 和他儿子索罗门说 我在以色列众之派中 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 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 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 我一切所吩咐他们的 和我仆人摩西 所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 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 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他们却不听从 玛拿西引诱他们行恶 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 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 耶和华接他仆人重先之说 因由大王玛拿西 行这些可憎的恶事 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得更甚 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 陷在罪里 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 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而明 我必用良撒玛利亚的准绳 和亚哈加的线塌 拉在耶路撒冷上 必擦进耶路撒冷 如人擦盘将盘倒扣 我必弃掉所余生的子民 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 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辱略之物 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 直到如今 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 惹动我的怒气 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使犹大人陷在罪里 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 充满了耶路撒冷 从这边直到那边 马拿西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和他所犯的罪 都写在犹大猎王记上 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自己公院乌萨的园内 他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 亚门登基的时候年22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年 他母亲名叫米苏利密 是约提巴人哈鲁斯的女儿 亚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与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 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 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 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 不遵行耶和华的道 亚门王的臣仆背叛他 在宫里杀了他 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 立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 亚门其余所行的事 都写在犹大猎王记上 亚门葬在乌萨的园内 自己的坟墓里 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 虽然神已对南国犹大做出了审判 但圣经中许许多多例子都告诉我们 只要王能悔改 相信慈爱的神就一定会宽恕他们的过犯 可惜的是在马拿西之后 他的儿子亚门也没能走在神的心意中 读到这里 也许你会对犹大的历史感到有些惯惜 不过今文的最后 还提到了一个人叫约西亚 他将会重新为国家带来全新的气象和希望哦 让我们一起加油一起读 相信圣经里的每个角落都有神的爱 也都是为了要将盼望的讯息传递给你 我们亲爱的高 亲爱的爵叔 谢谢你让我透过圣经的历史 看见你的玻璃不弃 也使我总能在每个黑暗之中 找到那盼望的亮光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的生命 被神的爱照亮 充满盼望和平安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